常员说人生何处不相逢 3月1号在江苏徐州 两位30多年没见面的老人 在医院偶遇 双方激动地流下眼泪 真是不厉害的 那种中间合着一个帘子 我爸爸感觉声音特别熟悉 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太多句 就说出了对方的名字 然后他们两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虽然说这么多年没见 但是那种感觉还是一见一步的 老人的女儿谢女士介绍 父亲听到隔壁病传的声音熟悉 便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没想到真的是本人 双方曾经居住在同一个寝室8年 到如今已经失联了30多年 现在父亲已经出院 留下了对方女儿的联系方式 等老人出院之后 安排两人再需旧